我们看到网上有很多观众朋友都把问题发过来了 我们赶紧来回答一位网友的提问 这位网友他的网名叫做海扣天空123 他说我是一个应届毕业生 在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 那么见到陌生人会脸红 经常会莫名的紧张 我知道这是自己的心理问题 为了改善自己的这些问题 我参加了很多学校的活动 担任了很多的学生干部 我开始逐渐自信了一些 但是从上学期开始 我的找工作开始 我屡受打击 加上考试不如意 我发现我的自卑心理越来越严重 不喜欢与人交流 遇到很多场合都会紧张 现在在实习了 这些问题一直影响着我 不知道怎么和办公室的同事沟通 我该怎么办 詹老师他该怎么办 像他来讲 大概是共同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因为太多人 他在学校里面 发现到自己没有自信 结果他就参加很多的社团 然后干部 结果越来越觉得 好像还有一点自信 可是那个是在你的 所谓熟悉的环境 可是当你跳入到另外一个 不熟悉的环境的时候 你又开始就紧张了 觉得看到人会脸红 再不然的话就是说 我理所打击 做任何事情好像都没有办法得心应手 最后就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不被接受 甚至觉得这个环境不属于我 没有归宿感 事实上我们发现到这个问题 其实85%是想象出来的 意思就是说 85%其实不存在 那只有15%是存在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必须要克服的 就10% 另外呢 有5% 他必须要靠团队 所以假设在公司里面 能够跟同事如何沟通 关键不在沟通 关键是在建立关系 怎么样能够建立关系 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样能够去帮助别人 怎么样能够 透过你自己的专业或技能 能够协助他人 协助你的同事 当你慢慢有贡献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那个凝聚力就越来越强 不需要沟通的 所以沟通不是问题 问题是关系有没有建立好 关系 这种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老师 就是工作的关系 或者是所谓绩效的关系 成果的关系 因为你假设能够跟某一个人 在工作上 能够把一个绩效做出来以后 重来你三天都不说话 你一样非常好 从网友的情况来看 他很想跟别人建立很好的关系 但是他脸红 他张不开嘴 摸不开那个面子 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可能在座各位也会遇到 包括我 是吗 因为关系的建立 其实这个是必须要从工作上 工作上 而不是说我们成兄道弟 或者是彼此之间的 我们希望你 我们一起去遨游 我们持续去逛逛街 不是这个概念 因为这个概念很肤浅 而且没有办法持久 真的能够持久的地方是什么 是能够让自己跟别人的配搭 工作上能够一做也好